女明星終極大挑戰 A4搖翔B4誰 妳老師妳做我就做 真的喔 來桌 看起來很瘦 我看好妳 我看好妳 這樣穿搭就能有A4腰 記住就是 妳一定要把自己的腰找回來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短褲 把它比較正腰的地方找回來 歡迎光臨天的女人我最佳 今年夏天特別的嚴格 因為今年在網路上 特別的無奈以及超逼人 怎麼會這樣子呢 今天報名的同學 我也覺得相當的兵感 有勇氣 不好意思 不好畫 妳的精神有問題 怎麼會這樣呢 兩位老師 揣了一旦了 是不是呢 老師頭好痛喔 又群老師 大家好 我是林葉廷老師 大家好 我是林葉廷 是不是我跟不上時代的老師 這到底是在流行什麼 真的 A是誰 是不是呢 什麼叫A4腰 對 它最早是從大陸的一個網路裡面 開始流行 對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模仿 然後現在那個A4腰 不但大陸 台灣 日本 韓國 東南亞 全部的女生 每天在Instagram上或微博上面 就開始在秀自己的腰 然後就說一定要在A4的尺寸裡面 這些人 媽媽不要生氣 天生沒腰 而且你看 節目心機多重 不發那種生一個兩個 專門發生四個的 三個的 是不是 那兩位媽媽不用撤 為什麼 是看不起我們嗎 沒有 我怕你們會 我們來就是要挑戰 是 看得上年輕人的腳步 當然一定要 是 妳沒有問題嗎 沒有 A4也有B4 是 那我們就來 馬上開始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媽媽可以嗎 沒有 認老師可以不要撤嗎 老師在怕 這是人 我們也想要知道 老師怎麼穿可以穿這麼瘦 老師是在怕什麼 沒有 大學還在羨慕妳說 妳怎麼穿得給她 沒有 我也沒有A4 也沒有 真的 對不起 我們是一隻腳就iPhone 對 我們都沒有 手機腿 對 這兩個 A4腰 手機腿 B死誰 這是第二項 第二項要測的 沒關係...我們現在測 我跟你講 A4 第一個要挑戰的是 我嗎 妳看我的衣服 沒有 下來了 妳先拿 妳先拿 妳先給大家希望 剛剛沒講 剛剛沒講 妳今天不應該穿這個 台灣黑熊的衣服 有像耶 對啊 台灣的代表 妳是要把衣服拉緊了還是 我拉緊 1 2 好緊 好緊 有 有希望 這樣有嗎 有 追緊 我有拉緊 旁邊兩條肉還是有點好 有一點米其林而已 一點點 這邊 一點點米其林 那不行 這樣就不行 換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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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應該還可以 1 2 妳要貼的時候再跟我講話細細 像自己 那個時候 我要貼了 她快斷氣了 這樣有症嗎 我以為我看不到 有 B4 有擋住她的腰 有 B4差不多 那這一張 真的有 說明是B4 這單身的 大家記住 大一點 大一點 紅糖來 我蠻看好妳的 對 我為了今天 有特別吃胖 沒吃東西 真的假的 我也沒吃 妳吃過了 我可能快暈倒了 來 1 2 拉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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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嗎 看起來 跟鴨妹講差不多 真的假的 有嗎 妳看起來沒有比鴨妹講瘦 真的 有嗎 可能不行 真的假的 真的不行 這個B是拿來 還是有C 還是有酥一點 C C 擋不住 C C C 我在C 我真的很好奇 有了 C 勉強 有 C的誰都過去 可以 可以 B4 勉強 所以你平常人應該是B4 對啊 威婷 我很看 妳 妳可以 妳可以了 應該是最年輕的 好歹 最年輕 年輕最小 好扁 你可以 可以 可以 有 沒有 沒有 怎麼可能 她都沒有 那誰 怎麼可能 妳補充太厚了吧 妳怎麼看別人這樣 我都好開心 妳剛剛脫掉好了 怎麼可能 這樣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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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差一點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妳剛剛那個接觸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B4俱樂部 沒錯 我只能說製作單位自然會很用心 這很難 真的 這不是A4吧 超難的 這麼扁身都沒有 真的 有 這樣有嗎 B4有 妳是B4裡面最小 對 妳是B4裡面最小的 小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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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A 沒破 兩個都給妳 兩個都給我 我一半一半 一半萬看 妳要測嗎 妳怎麼做飯 好歹路面 是引導流行的 時尚節目 真的 那咧 其實亦凡是原身 原身 原身有差 她的正面跟反側面 都是A4 有可能 對 就是側面看起來還是 360度 但是正面看起來會比較瘦 筒型的 看起來幫我拉幾點 妳的裙子已經快拉到胸部了 妳要正面是不是 妳要正面是不是 我覺得沒差 妳裙子要低一點 低一點半側不大 妳要正腰的地方 妳要正腰的地方 夭美來幫她拉那個 拉 有喔 我很看好 沒有 不行 A4到底誰可以 真的 誰可以 帥 帥 A4應該是周子瑜吧 妳想像的瘦 這很難 對 B4感覺她有 有 有 B4可以 我覺得她可以 我看好她 拜託 妳給我看 怎麼辦 我剛剛本來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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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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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覺得她最接近 A4 最接近 真的 真的 生三個 我可以直接挑戰B3嗎 來... 這個好難 我要挑戰一下 不用 其實妳不要 妳做... 沒有 我要跟那些 沒生過的挑戰一下 給我試一下 她現在已經有壓力了 因為上面都是拿B4 不用這樣 媽媽其實妳好 媽媽真偉大 那個錄影時間還很夠 好 A4 試一下 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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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我跟妳講 其實媽媽真的不... 差很多嗎 沒有 媽媽 差很多嗎 沒有 這點都這樣 我覺得B4都有點危險 B4 B4 有嗎 有嗎 差一點 大B4 差很多嗎 差一點點 B4再來是什麼 B3 B3 B3太多了 A3 A3 A3大壯壯壯 可以 一定可以 多多 恭喜 小A3 恭喜 我是小A3 小A3 這很難 太難了 李葉緹老師 我要嗎 李葉緹老師 妳做我就做 真的 來做 看起來很帥 我看好歸戲 我看好歸戲 真的很難 快要扭到了 中筋 也是差一點點 可是視覺上明明看起來就很瘦 為什麼 因為這有心機 我特別挑這件裙子 因為它有一點斜的 所以它有一點這樣 對 所以它看起來很瘦 清明姐 很接近 清明姐要幫妳拉衣服嗎 幫妳拉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要做這個 我看好你 我氣 真的 我氣吐 有沒有 差一點 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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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姐 最細的地方 剛好頂到A4的兩個邊緣 對 有沒有 所以嚴格來講也是A4 對 好難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我其實可以脫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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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用這樣 是不用這樣 來 另外一個 對 我強項 我強項 這妳一定有 清明姐一定有 我也一定有 清明一定有 我也有 我們先來看 媽媽其實妳不用 我強項 你看 VT姐腿也細 真的 這樣算有過嗎 有 有 雨柔換妳 我肯定沒有 雨柔一定也可以 沒有 因為我腿還滿粗的 很勉強 妳看我腿比較粗 是不是很寬 一帆 一帆 這一次妳會沒有 沒有 我 妳 對啊 清明姐 她們都是擺直的 真的 清明姐真的是 怎麼可能 來 貼一下 好細 妳真的好細 天啊 她那麼不好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這裡有 妳都會跑出來 沒有 可是清明姐 膝蓋是完全在裡面的 因為她是看膝蓋骨頭 最凸的地方 妳看那上面還是 要把膝蓋骨頭蓋住 我一定超過 我也一定超過 不要測那個 我會用這隻手打哈欠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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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家不是說 臉小要這樣子 剉口紅嗎 我可以打哈欠 妳打 真的嗎 所以我 好強喔 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 真的 有點難耶 媽媽都可以耶 對啊 這不行 媽媽都可以耶 還在換手 對 要繞來 好笑喔 她要轉台回來 看到這個景象 我想說怎麼會 這個就代表妳的臉很小 成功轉移話題 對 都被騙了 好 所以怎麼辦呢 老師 妳認為 像我們也沒有A4 我們也沒有手機 對 我們有那個挨沛腿 但是我們還是要跟年輕人 一起走下去 真的 出去我們還是希望 有回頭率 走在街上對不對 對 像我女人都說我少女 背影殺手 就是不要露正面 就後面這樣子 對 Vicky姐都穿短褲 她都很漂亮 所以有可能嗎 老師 我覺得Vicky姐 就是轉移視覺 因為她的腿非常的細 所以她今天量了腰 我才嚇一跳 說原來她有個水桶腰 真的 而且我還沒生小孩之前 我就是沒有腰的人了 所以老天爺是公平的 怎麼辦 今天的衣服不太好借 不會 真的嗎 我覺得還好 因為可能我自己也是屬於 也是沒有A4腰跟iPhone 所以我覺得蠻能理解 就是這樣子女生的困擾 所以我都就是不要去 不要去秀妳的腰 或者是妳在選腰線的時候 要嘛就模糊掉 要嘛就誇張它 現在其實我覺得A4腰 是大家真的可以練一下 因為今年夏天 蠻多露腰的 完了 腰線 完了 露腰是要逼死神 真的 穿衣服是最快的顯瘦法 對 真的 那要哪一些竅門呢 交給兩位老師 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腰 或者是肚肚 有一點點肉肉的女生 你可以選擇這種 比較軟的材質 比較軟的材質 稍微鬆一點的時候 扎到那個褲子裡面 記住就是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腰找回來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短褲 把它比較正腰的地方找回來 最細的地方先把它豎起來 你的腰疑是很久了嗎 廣告回來教你怎麼把腰找回來 馬上來看看第一組的同學代表的 就是年紀輕輕的 但是因為媽媽養得太好了 所以因為營養太好 他們都發育得比別人你知道 就是 對 然後再加上 愛情這一條路 一直是 沒有人來敲門 所以他們就一直的放棄自己 不斷的約會 互相約會 互相餵食 如果這樣子一直受不下來怎麼辦 走出自信 紅棠還有威婷 可愛 有了有 這樣就有春天的感覺了 走 這樣才是你們的 年紀 而且沒有A4腰沒關係 對啊 青春無敵你看 可以再約去喝下午茶了 真的 接下來這一組 是因為比較長大了一點點了 懂得愛漂亮了 可是總覺得漂亮 這樣離他們越來越遠 怎麼辦呢 還是吃好了 歡迎亞美獎一帆 不錯 有型 走慢一點 我知道 走慢一點 可愛 走了 真的嗎 好 妳的口罩會白眼 好的 如果是媽媽沒有關係 妳會覺得妳生了好幾個了 對妳自己的身材 還是沒有辦法 像小姐時候的那麼有自信 怎麼樣穿出自己的風格 我們最偉大的媽媽Vicky 一柔 好可愛 兩個好有型 我們好像約好 對 兩個是滿可愛的 而且都是三個小孩 四個小孩的媽 媽 兩個家庭加起來 媽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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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陸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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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玲瓏有致是 你不會覺得它的胸部大 是不舒服的 它的胸部大是還滿好看 所以我就去把它的線條 就是做出來的時候 腰就有A4的效果 因為它只差A4一點點 但它本來就有 iPhone的膝蓋 所以其實我就沒有刻意去強調 但是我覺得今年的那種 年輕媽媽可以稍微走這種 小成熟路線 然後就是稍微有一點點 過膝的鉛筆去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可愛帶成熟 然後再來有一個公主秀畫 就有些媽媽可能 媽媽手臂都很瘦 對 所以有一點點 但又不會太緊 然後又到手肘 其實手肘的線條 就看起來更瘦 對 你就會看起來露出來 都是全身最細的部分 腳踝也是 腳踝 小腿就不用縮了 就是很細 腰因為它上面有一點蓬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穿這種窄裙的時候 你如果上面又穿得很窄 就顯得屁股很大 所以稍微就有一點 故意拉出來的感覺 就不要特別穿緊身衣這樣 對 但是它的這種 鉛筆的線條 其實就會讓你看起來腰滿細的 對 所以像它這樣子的媽媽 還可以適合的就是 有一點點花的 復古的花 然後一片裙 然後一片裙上面幫我拿著 是不是也是一樣要過膝蓋 對 也是稍微過膝蓋 如果你想要擋一下 其實像今年真的很流行 過膝蓋的裙子 對 所以就稍微可以這樣子 顏色也是比較優雅 然後這也是可以把它塞到裙子裡面 稍微拉出來 旁邊有一點點拉出來的裙子 所以它看起來其實腰會比較細 然後再來有像這樣的擺摺裙 對 然後這樣的擺摺裙穿起來 因為它本身 搞夏天 對 就是這種擺摺裙 而且摺不皺 它也可以穿這樣子的裙子 也是會顯 腿很細的 對 修飾屁股 肚子也不用刻意的縮小腹 也可以達到這種有 就比較纖細的感覺 總之它最細的地方 把它露出來以後 轉移一下別人的眼光 其實人家就會覺得你很瘦 沒有A4腰沒關係 只要用長裙薑肉肉的腰遮起來 露出最細的手臂腳踝 媽咪也是可以看起來像少女的 Vicky媽 我也是最細的地方 好 現在Vicky姐這樣子看起來 有沒有也是接近40公斤左右 就是看起來 看起來覺得說跟剛剛比起來 因為剛剛是我們測驗的時候 發現Vicky姐的腰是滿有肉的 可是就是跟婷老師講的一樣 就視覺的轉移 怎麼講呢 因為她的腿是最細的 腿好美 好細喔 這樣子一穿以後 露出她最細的腿 你就會覺得說 她真的可能才39公斤而已 而且她現在全身的穿著 有一點點帶有度假風 就好像是一個 超貴婦 對 身處在繁華的都會裡 25歲的青春少女 然後想要 想要去巴厘島度假的氣氛 所以我給她先講外照的部分 外照的這個西裝外套 是今年春夏比較流行款的 就是她有一點點類似浴衣 或者是造衫 浴袍的感覺 所以Vicky姐 其實她本來這邊腰是平的 可是我利用外面的造衫 讓她的腰部 有一點點曲線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部分 上衣其實給她一個非常鬆軟 非常簡單的素面的T恤 可是我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說你腰 或者是肚肚有一點點肉肉的女生 你可以選擇這種比較軟的材質 比較軟的材質 稍微鬆一點的時候 扎到那個褲子裡面 可是如果那種穿不鬆呢 她就要買太合 那就表示她尺寸太小 就要再買大一點 要買鬆的 甚至可以買男生的 有些男生的小Size 可以適合有些女生 所以你們去買這種 比較軟的棉料 然後扎進去的時候 記住就是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腰找回來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短褲 把它比較正腰的地方找回來 最細的地方先把它豎起來 然後上面的棉質T恤 稍微拉一點點出來 讓這邊有一些鬆糞的感覺 看起來就不會有 凸凸的肉肉問題 然後底下的部分 這個褲款要怎麼選 因為像Vicky姐這種 可能沒有腰 但是有美腿的女生 我就建議今年可以大量的選這種 比較接近A字型的短褲 對 我們講到A字短褲 腰的地方是比較細的 比較窄 斜下來 斜下來 這個褲子穿起來就40公斤 對 所以她把Vicky姐最擔心的 整個地方包起來 然後上面的地方 因為對比的關係 上面看起來最細 整個身體的部分 在腰部的地方 是呈現最窄的狀況 然後在腰部的地方 還有一個皮帶 這個腰帶可以再讓她 可以調整她的尺寸 可以吃得飽 這也是一個好處 另外就是視覺 可以再集中在腰部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說 你沒有腰的女生 你不要覺得害羞把腰遮住 你一定要反而把腰露出來 給大家看到 那個比例才會變得漂亮 而且這種深藍色 看起來感覺沒有小腹也沒有肚 對 她只能看起來前面超平的 不過你看 她底下的褲腳的地方 她也坐得比較寬 所以一對比 你臘腿根部就看起來變得比較瘦 變超瘦 因為這褲子很加分 如果這個褲子的質料 是她上衣的那種質料 不行 千萬不行 那會變得像睡褲一樣 底下的話 我也不建議說女生 就一定要穿非常非常高的高跟鞋 你還是可以穿一個裸色的高跟鞋 把你的腳背跟這個鞋 鞋面的線頭顏色合而為一 看起來就會整個腳背拉長 你的小腿一拉長 膝蓋的位置一變高之後 整個人就會變得比較瘦 腿就會變得比較細 所以像Vicky姐這種褲裝的話 我建議就今年有很流行這幾種 比方說如果你的大腿沒有像 都是穿不皺的那種料理 對 然後你看這一件 遠遠的看很像是一件A字裙 對不對 但其實它是褲子 褲子 它是褲子 然後它在底下這個白色的 接片的地方 跟這個黑色的地方 它有一點點小小的鏤空 為什麼 所以你在穿的時候 因為有純粹感 感覺好像是破掉了 感覺很涼 對 你可以輕盈的 把你的肌膚露出來 看起來就會有腿部延伸的效果 那這一種是給 沒有像Vicky姐的腿條件那麼好 就是大腿比較粗一點 它可能要在膝蓋上褲 完全沒遮住的 像這一種也是 或者是 今年我們不是講很流行擺摺裙嗎 這褲子都很好 今年這褲子都太適合了 你看 它看起來也很像是裙子 可是它也是褲子 它也是褲子 它也是褲子 這種擺摺裙 其實也是非常修飾 它的下半身 或者是有一些 看起來有一點像不規則的 虎身的這個裙妝 而且也好看 但是它實際上也是一個褲子 它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短褲 真的 或者是夏天一點 你可以選擇這種直條紋線條的 然後它上面有很漂亮的打折 它這個打折一樣 可以修飾我們寬骨的曲線 或者是有一些嘟嘟的肉肉 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不一定說 要選擇這種有腰身的西裝外套 你也可以選擇一個騎士夾克 然後一個騎士夾克 它還有一點 為什麼夏天還要穿這個 有些時候冷氣房 還是可以穿多 現在各大品牌 在夏天都推出騎士夾克 對 或者是這種比較輕盈一點點的 比較輕盈一點點 短板的 短板的外套都有一個好處 它會讓你的腰身往上踢 就不會讓你視覺往下掉 所以記住就是 你要把你的腰找出來 然後你要把你的腿 大方的露出來 好 媽媽們別擔心 只要利用A字型短褲 配合修飾腰線的外套 就可以把一世已久的腰線 找回來喔 有這個單品 就是最夯的喬妹穿搭 我今天幫威婷搭配的是 我覺得現在最紅的 宋慧喬造型 有 對 其實它的單品 真的很簡單 就是一個前短後長的襯衫 像上面這種襯衫 就是很寬鬆 如果它下面很小 很合身的襯衫 也會顯得這邊很寬 不幸寬 所以就一定要走這種 孫慧喬 下一組是鴨妹跟一帆 我幫鴨妹搭配的就是 你只要有一個長版的背心 你就可以駕馭今年所有的裙子 對 好多喔 好多這種長版背心 對 所以我覺得今年你就想說 我的腰沒有那麼細 我屁股也沒有那麼好看 可是我想穿一些裙子 比如說窄裙 然後今年也很流行紗裙 怎麼辦呢 像因為你看 即使它都是淺色系 可是還是有一點 這個是米的 這個是比較白的 然後它裡面如果脫掉 你就會覺得 這邊好像有一點寬 背心的作用就是 可以幫你旁邊這個線條 去做一個修飾 然後今年又很流行 這種風衣式的背心 所以你看轉一身 它後面又有蝴蝶結 的這種層次的效果 然後對 正面就稍微有一點帥氣的感覺 你看如果你說要穿一個 比較浪漫的裙子 好可愛喔 對 比如說像這樣浪漫的裙子 它穿起來一定會很膨 那你就剛好穿這樣子的背心 蓋住之後 那剛好它就可以幫它修飾一下 你露出來的就是窄窄的膨裙 然後其實像這種裙子 也是滿顯瘦 就是後面鬆緊帶 但是前面的折子是屬於比較平的 就是這樣 對 抓得比較平的 但是還是穿起來有時候會顯寬 像老師這樣 對 有顯寬 然後讓它不要都是一片 像這個就有一點層次 看起來就會覺得是裙子的設計 不覺得是你把它撐大的 像它也想穿這種窄窄的窄裙 鉛筆裙的感覺 對 鉛筆裙 可是它要穿 屁股太長 對 有時候屁股太長 你可以穿前面有釦子的這樣 感覺這兩拍 這樣就好像好瘦 就會比較瘦 這樣肯定有A4了 對 然後這樣再把它擋住 所以擋住的用意就是 真的 這樣穿起來很瘦 擋住的意思就是 把B3擋住變A4 真的 對 就是外面這個背心的白色 不要看它用 很重要 然後 所以它看起來就會很瘦 所以其實 不論是淺色或深色都可以 只要一個長版的背心 長版 那個長度有沒有說到哪裡 所以是最好修飾 而且大概 硬挺度呢 硬挺度都可以 軟的也可以 可是媽媽怕這邊會很搭 對 那你就稍微有一點袖子 對 有沒有聽到重點 封衣是長版背心 絕對是今年的必敗單品 只要穿上它 人人都有A4腰 那要買不少東西 真的耶 長背心 A服 褲裙 然後長裙 長裙 然後還有牛仔褲 牛仔褲 對 像我們喜歡穿牛仔褲的 對 其實 我沒有想到 亦凡可以穿牛仔褲 對 我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給他挑戰牛仔褲 我自己也是 一開始會想說 滿瘦的 有點擔心 但一穿上去 你看 我相信今年只要 你像亦凡一樣 就是有個漂亮的臉蛋 但是可能下半身 不小心有一點點肉肉的 沒有關係 你只要選一條 跟男人很像的牛仔褲 就可以駕馭整個夏天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很多女生很喜歡穿那種 很fit的那種skinny 就是窄管褲 其實它反而是那種 肉肉女生的殺手 因為它會沿著你的腿部曲線 整個放大 適合亦凡的是什麼褲子 是boyfriend風的褲子 就是男孩風的褲子 所以你很流行boyfriend 男朋友 男朋友 我常知道boyfriend風 但是你到底是去 很難聽 男民買 男士 男士 還是女裝店 是女裝 它只是長得很像男生的褲子 但是它其實是女生的男孩 男朋友風牛仔褲 它的特色在哪裡 就是它特色第一個地方 就是它在這個臀部的地方 還有大腿根部的地方 它是有比較大的空間 去讓女生的這個臀部塞進去 藏進去 可是它在膝蓋以下的地方 它會呈現像小直筒一樣的 這個褲型跟板型 所以是筆直的下來 所以像這種褲型 它通常會 在穿的時候你會發現到說 如果你穿到合身合腰的尺寸 在背後的地方 臀部底下是有一點點鬆鬆的 就是它不會讓你臀部 整個是擠壓 不是緊的 或者是很緊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厚重 它會看起來變得比較放鬆 所以後面看起來比較輕盈 然後前面也看起來比較輕盈 你在底下的地方 再反捲一下 要捲 對 再roll up一下 然後露出漂亮的腳踝 再搭一個裸色的鞋子 好好看 延長它的腳背 另外就是可以選擇一些破損 像這個破損在膝蓋的地方 因為它會製造一點輕盈的效果 就是看起來膝蓋 好像鬆鬆的 對 鬆鬆的 小小的 就會想像說 它的腿應該是非常細 非常窄的 上衣就是把它塞進去 一樣我們要把那個腰線 很明顯的勾勒出來 可是外套的部分 我們可以選擇一種 就很重要了 外套就不能脫了 真的很重要 因為在這個季節 當你要開喝開吃的時候 趕快把外套穿上 對 在這個季節 還可以穿一些比較輕薄的外套 所以這個季節 趕快利用一下外套 這個西裝外套 因為西裝外套本來就能顯瘦 這大家都知道 可是有一種就是在腰的地方 再比腰高一點點位置 它會做出下面的剪裁 是散狀的荷葉邊 它就可以讓你的 第一個腰身勾勒出來 製造出來看起來比較高腰 我的腰在這裡 我的腿有這麼的長 然後第二個 它這邊的 因為荷葉邊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把 臀部切割成1分之1 從後面看這個 所以看起來 臀部是小小的 對 然後腿是長長的 像亦凡這樣子 我的體型的女生 我建議幾個褲款 給大家看一下 比方說像這種就是 這件好看 這種就是標準的 好看 這種就是標準的 boyfriend風的褲子 今年有一些跟男朋友風的牛仔褲 還有這個Skinny 就是窄管褲 把它合而為一的混血版也出現了 混血版 對 叫做boyfriend風的Skinny 好誇張 男朋友風的窄管褲 什麼意思 就是你看 它在這個地方 一樣跟男朋友風一樣 有寬寬鬆鬆的感覺 讓你的臀部可以塞進去 可是一到了膝蓋以下的地方 它急速的瞬間縮小 所以塞到跟窄管褲一樣小 Skinny Skinny 不用捲了 這個不一定要捲 穿起來不是 沒有 因為有些女生是大腿跟 臀部胖 但是她的小腿是細的 我也是這種 很多人是這樣 以優也是 以前穿Skinny的話 會擔心屁股有放大的問題 可是穿這種就不會 然後你再看 現在的牛仔褲很厲害 它這個地方有車縫線對不對 就是這個前片跟這個後片 它前片做得非常非常的窄 有修飾的感覺 多了一吋以上的陰影 看起來你的腿馬上小了一吋 還有心機的褲 對 變得很窄 像這一款 它也是那種 男朋友風的宅館褲 可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是小孩的吧 沒有 因為我反捲了 它是全長的 它是做成高腰的 它是高腰的 它是高腰的款式 因為我講高腰的款式牛仔褲 很多女生不敢挑戰 因為會覺得說高腰 把整個臀部蓋起來看起來很大 可是這種高腰的牛仔褲 才能讓有些女生本來她是細腰的 找回她的正腰 因為很多女生都穿 我一直講穿中低腰 所以看起來腰就會變得比較寬 比較下半身稍微有一點點小肉肉 可是不敢挑戰牛仔褲 我會建議就一樣黑色的褲款 可是這個黑色褲款 穿起來應該瘦了吧 看起來像Skid 看起來像宅館褲 但實際上它不是宅館褲 它是騙人的宅館褲 因為它一樣在這個地方 做的比較寬的 放寬的 它只是黑色版的 對 然後我建議有些女生 如果她臀部真的比較大 就不要穿牛仔褲 因為牛仔褲本身放大 沿著臀部的曲線放大的時候 可能你的貓鬚也會變寬 然後刷白的地方也會變寬 破損也會變寬 你可以利用黑色的褲款 然後有一點點彈性的布料 要選擇這種彈性布料 那它往外延伸的時候 看起來還是黑色的輪廓 比較不會有放大的問題 還有就是上半身很重要 很多女生因為沒有腰 所以就會想說 我穿個長版T恤 整個遮住算了 或者臀部很大 可是你一想 你遮住以後 你的上半身變長 下半身是不是就變短 可以就變短 而且腰會不見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 把上衣放出來 那請你選擇這種 腰身有荷葉功能 真的 這個OK 就是這樣有收腰 腰身在這邊 你看 這個我也喜歡 然後穿一個宅館的Steamy 就很漂亮 像這種比較硬挺的也可以 這都有修飾的效果 下面的地方 他先幫我把腰做出來 他先把腰做出來 然後再往下修飾 把臀部剪到一半的感覺 或者是白色的也有 你看白色款式 所以今年其實春夏的時候 如果你穿的 底下不是那種A字褲 或者是A字裙 底下是穿窄管的 是Fit 是直筒的 你就可以選擇這種 有散狀荷葉邊造型的上衣 就可以了 下半身壯壯的女孩 只要挑選boyfriend褲款 把多餘的肉肉都藏起來 在穿上有腰線的上衣 就能擁有完美比例喔 好 我今天幫威婷搭配的是 我覺得現在最紅的 宋慧喬造型 有 對 其實它的單品真的很簡單 就是一個前短後長的襯衫 而且材質是屬於比較軟的 就是有一點垂坠感的 然後它的版型很 這件襯衫看就很涼 對 而且很舒服 然後送會 這是A字裙 對 就是這個就是 A4 沒有 A字裙 然後我們都說這種 有一點叫T型 T型 T型的T T型的T型 這個T型的T型 給他們拿服務員可以 可是給我們紙筆 我們要寫一下 到底我們今天 boyfriend cool boyfriend boyfriend skinny boyfriend skinny 換鞋的 像Next 對 像它剛剛自己穿來的窄裙 就是沒有這個突出來的部分 它如果只有這樣的話 就會顯得這邊 T型的T型 T型的T型 所以它只是一點點抬型 就是A線的感覺 那它腳就會變細 膝蓋也會看到比較小 對 最重要的是像上面這種襯衫 就是很寬 如果它上面很小 很合身的襯衫 也會顯得這邊很寬 所以就一定要走這種 送會巧合襯衫 真的 像這種襯衫也有不同的風格 譬如說 好涼 像這個就是白色的 這也很像從男生 男朋友那個衣櫃拿出來的襯衫 對啊 這一件就看起來 還是很舒服 然後一樣也是這樣塞進去 有一點點塞進去 那你管它有沒有A4腰 對不對 對 就型好看就好了 像這種就是 好涼 對 好看 然後一樣在穿的時候 都是前面有一點點塞進去就好 你這樣子塞進去 你人家旁邊還可以放出來 人家看到的腰只有這樣 對 對 它這邊 這是軟直的 可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旁邊的這個裁切線 怎樣 它是比較沿著 也是收腰的感覺 有心機的 對 有收腰 這個襯衫再配上一個寬板的褲子 你就會走得很像 安海瑟薇在好萊塢電影裡面 高萊塢 好萊塢的女主角一樣 有一個A4腰 更多安海瑟薇的腰獸穿搭術 讓你變成好萊塢女主角 廣告會來告訴你 你這樣子塞進去 你旁邊還可以放出來 人家看到的腰只有這樣 對 對 它這邊都已經蓋住了 你看 真的 它後面也蓋住了 後面就是很中性 屁股寬的地方也蓋了 對 所以你要穿這種 宋慧喬風格 你也可以稍微 有一點點 對 有一點點 對 這一也是一樣 你穿這種裙子的時候 也是這種寬 你現在有A4腰了 有 視覺有A4 對 對 然後我是小B4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像這樣子 有一點點常蓋住她的膝蓋 更細 對 角度是很細 真的 其實就OK了 然後所以你今年 我覺得要穿鞋子的時候 比如說像她這樣子 就是可以盡量選這種 有一點跟 線型 線型跟 線型跟的鞋 就滿適合她的 如果你要比較年輕一點 你就可以穿這個 變高球鞋 對 假內真高 超青春的 你這樣子搭配 有一點窄裙的感覺 這樣好看 好看 而且今年夏天 一定要有一雙白鞋 對 又可以買 為什麼 寫下來 為什麼 因為就是流行 誰要是妳 我就是流行 自己想買 還在那邊找借 真的 雜事都有 白鞋今年一定要買 因為白鞋很難買 很難買 因為白鞋很容易看出質感好不好 對啊 白鞋 白帽 白包 都很流行 所以她當一身白 對啊 白色的包包跟白色 白包包好流行 這個配件就是很流行 穿上前短後長的襯衫 搭配窄裙 發揮小心機 運用露出來的衣服 遮住最寬的地方 就是最流行的孫慧小穿搭 好 來 紅糖 好 如果說今年 妳的身材體型跟紅糖一樣 就是有一個傲人的魔鬼的上半身 但是也有一個魔鬼的下半身 對 好可憐喔 記住 就是寬版的寬褲一定適合妳 它會讓妳瞬間變成A4腰 不敢穿這種 對啊 這個褲子很難嫁 超難 可是妳都可以穿了我們就有信心了 可是妳看紅糖現在這樣子 如果鏡頭TAC很遠的話 她的 多遠 妳的身材都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她腰很高對不對 上半身比較短 然後下半身超長的 她的腿 從腰這個地方延伸延伸到這裡 這個只能吃5分薄 對啊 沒有 其實我覺得就是有一些 小心機去怎麼樣去搭配 因為她上半身我給她的是一個 比較有點類似雪紡或絲質的 一樣是比較軟質的襯衫 所以其實吃到飽的時候 這邊還有一點點空間可以擦 吃太飽就把襯衫拉出來 它是前短後長 我們就變成前長後長 再拉出來一點點 但是不要太誇張就好了 就是稍微拉出來一點點 有一點點鬆分的感覺 就可以了 然後我利用它底下的地方 也是用粉紅色 今年流行的Pantone的粉紅 最流行 然後做出一個對比 也是直接正面的告訴人家 我的腰就在這裡 然後我選擇的這條寬褲 記住也是一樣 今年的寬褲跟去年秋冬不一樣 去年秋冬的寬褲是比較直筒的 今年的寬褲一樣 有一點點A字的形狀 真的耶 有嗎 有 有帶 有 看底下的地方是比較寬 有點像長裙 然後上面腰身的地方是比較窄 再加上上衣是白色 是比較膨脹的顏色 所以從肩膀到腰部到褲腳的地方 全身最細的地方在哪兒 就在腰 所以看起來腰會變得最細 真的 然後在腰部的兩旁有這個口袋 做鞋口袋的設計 上面有一些漂亮的扣子 一樣是把視覺可以集中壓縮 在腰看起來會更小的一個感覺 然後它在背後的地方 有比較漂亮的立體口袋 也是破壞掉本身的臀型 看起來會變得比較 不會那麼的就是胖或者臃腫的感覺 然後再搭配一個 後防水台的高跟鞋 你看這個高跟鞋它的防水台 好漂亮 它是有很像竹編 像木椅的 那種視覺的效果 如果說你喜歡寬褲 像紅糖這樣比較高跳的女生 今年有好多這種寬褲都很適合妳 對 這亞美將最愛了 對 你看亞美將妳的衣服來了 你看今年是不是百折也很流行 我覺得這種就是流行的 這種很無辜 因為它明明很好看很流行 可是就被某人一直穿 穿到我們會覺得說 穿衣服好 我穿這個寬褲也是老是叫我穿的 我就買了 不會 她穿的有變漂亮 我覺得有變瘦一點 是 但這個顏色也很難駕馭 這個顏色很難 可是松慧喬很喜歡駕馭這種顏色 對 是不是又長得漂亮 你今天穿到這種 比較髒的大地色系 你其他地方就是讓它 比較乾淨的顏色 你看這一件也很像是裙子 但實際上它也是一條褲子 褲子 對 然後它是比較七分的 所以洪湯其實穿這種也可以 因為它的小腿是漂亮的 那種個子小的應該不能穿 它的小腿是漂亮的 所以它可以往下延伸 對 宇柔講到了 個子小的可能就寬褲 比較沒有辦法 像我們看起來整個 褲子褲子褲子 對 改短呢 改短整個版型會變 改短我們應該就直接穿這種 它是順著褲子往下的 所以如果比較矮 個子一點的 可以像亦凡一樣 穿男孩風的牛仔褲 對 像今天好多這種寬褲子 像這一款看 這一件也很特別 很特別 它前面好像是一個 圍裙 裸身的圍裙一樣 但實際上裡面 又是一個寬寬的褲子 所以這種寬褲其實是 今年大家可以投資的 或者是在上半身的部分 我建議就是 如果你像 紅糖這樣穿襯衫的話 請選擇一些 比較有腰身剪裁的襯衫 這一件也是軟的 對 比方說這是軟直的 可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旁邊的這個裁切線 怎樣 它是比較沿著 也是收到前面去 收腰的感覺 有心肌的 對 有收腰 然後在背面的地方 它做的 就是有一個收腰 然後後面比較長 前面比較短 好 問題來了 這要不要塞進去 這個就是 前面塞一點 有一點點要塞不塞 就是剛剛提尼老師示範的 那個感覺 要塞不塞你就不懂 到底是要塞還是不塞 就是有一點點要塞 塞一個不塞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點往外 可以垂墜出來 看你怎麼配 你就把它這樣塞一個手掌 然後後面的地方 可以完全往外放 它就可以遮住你的肩膚 看起來比較漂亮 你只有塞手掌 後面會飄走幾路來 還會有這種感覺 很奇怪 還有氣息 感覺輕盈起來 真的 飛起來了 或者是如果 如果你不喜歡穿長板 或塞進去的話 那你就選擇短板 就不要長板 然後整個T恤都是拉出來 那樣子的話 腰身是最不見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一個 比較短的短板 直接把腰做出來 就告訴人家 我的腰回到我正常的地方 或者是像這種 今年很多這種短板的T恤 短板的上衣 你就不要選長板的 或者是連西裝外套 也有超級短板的 你看 好看 像是西裝外套 好看 它直接就把腰身告訴你 配個高腰褲 對 配個高腰褲 就很帥氣 所以今年記住 如果你像紅糖一樣 個子比較高挑的話 輕選的短板的上衣 或者是可以扎進去的 腰身的襯衫 再配上一個寬板的褲子 你就會走得很像 安海瑟薇 在那個好萊塢電影裡面 那個高年長 十幾歲 好萊塢的女主角一樣 有個A4腰 穿上寬褲 搭配襯衫高跟期的紅糖 整個人感覺輕盈又俐落 想要像安海瑟薇 一樣的腰瘦 這樣穿就對了 好的 晚上A4不A4 今年夏天 我們有老師的教導 我們要好好的吃了 真的 有這種外橋又有色違 對啊 一天只要吃午餐 就拚下去 所以我們是沒了 不要自暴自棄 好啦 還是要注意一下 然後今天的東西 在哪裡買上我們的網站 就清楚了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